在过去 地震记录当中 六级七级是大地震 现在六级七级变成小镇 过地报道的八级九级 非常频繁 这种超级火山爆发就很有可能 它对地球上动植物的生存会产生很大影响 我们应该怎么办 一般估计灾难的期间是三年 也就是 地阔不稳定 南北极会对调 南北极将来都吃掉 那跟迟道对调 南北极到迟道去 迟道到现在南北极地 这个不得了 这一个颠倒 寒带的冻植物不能进行 热带的冻植物也不能生成 它太冷了 地球上生物是不是会灭绝的 这个问题 科学家知道 没有方法 能控制 佛法里面有方法 大家不相信 佛法什么方法 经上常讲 静随心转 佛说 我们的人心 像布莱登所讲的 果然真正做到的三句话 三句话是佛经上常说的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修复 他教全世界的人 气窃窝阳 盖邪归正 端正信念 这个灾难 能发现 这些超级火山 不会爆发 人不相信 人说你这是迷信 佛经上讲的 拉不出科学的这种需要